61號 她問說 她的小番茄 她以前太小了 她想要比較大一點的蛋糕了 她種的是小玉的品種 小玉 但是一般小番茄 大家不是賣太大嗎? 她的有時候 如果小到一個程度 可能就比較沒辦法 就是說 妳的便作呢 太過頭小了 太過頭小了 有一個夾點 就是說 她很努力 努力 努力 可能便作有時候就比較麻煩 所以這個部分來說 可能有在這家家 可以讓合併有少知道一下 這個品種 這個品種在台灣好像比較沒那麼清 但是這個品種在大陸 在大陸比較接聽人說這個品種 在台灣比較少 比較少人做這款 不過這就是這樣 就是說這些品種來說 只要是小番茄 我們如果是裂頭比較小 大概就是說有兩種的姐姐 第一就是這個水分不足 水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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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什麼肥都放不起來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好朋友 就是為了要做這個 要做甜 要做甜 所以為了要做甜 要做甜 就這個 沾手 一點點點淡肥就不足 這樣 這有時候真的有夠誇張 含到一點點淡肥也不足 就是說 盡量都可以這個 所以變作 以這個部分來說 就放不起來 放不起來 當然就沒辦法 這個通常是一種的醬 所以這個淡肥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 你一定要從這兩個角度來考量 就是說 第一 水分是不是可以 很多都會怕這個 做甜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有時候 是做一個很大的 一種的這個管理 但是 基本的這種水分 基本的這個水分 這個水分 其實可以讓這個 番茄有特殊的這種風味 以前吃到不會這樣說味 說味 最重要的就是說 會比較厚 靠一點點淡量 所以呢 這個水分 可能是最關鍵的這個 這個素材 水分 淡肥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 你可以 比如說你用這個 十二五二十四 所以你就一杯 的時候 其實淡和吃都很高 所以它起來 就補一點點淡 然後又有一點吃 它不會太誇張 就是說 純粹你用淡肥的時候 就會變得比較大 所以有的人 是用一種方式 比如說它用發酵液肥 發酵液肥 比如說它用這個 豆粉 和米粉 或者說用一點 湯米辣 加這個 比如說放鮮菌 加放鮮菌 然後稍微發酵 發酵之後呢 這個東西 做底 然後再加一點 吃肥 這樣起來 當然有一點點淡肥 有一點點吃肥 當然你淡太高 甜度就很容易下降 我們讓它適當 你如果是比較小 太多小 你可以用淡加肥大概1比1 譬如說淡加比1比1 我們最接用到的就是 平均肥裡面的灑瓜肥料 所以你可以用二十二十 十五十五 類似這種肥料 因為現在已經有狀況 所以你應該是用這個 如果我個人的建議 最熟的一個方針 你就是用台肥43號 台肥43號它平均水溶的 我說的是水溶的 水溶的 那種不是粒肉 水溶43號是硫酸甲 這很特別 所以它也不會說 因為綠離子型胃桃管 做成它那個 感到比較爽味的這個情形 所以你可以用四十三號 四十三號你在用的時候 你就是差不多三天 三天還是五天 我們水溶比較少 因為你太多水 很多好朋友怕鹽水 怕鹽水說的不頂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走一點 這個水溶 你可以差不多一分底 控制 你水溶比較少 水溶比較少 什麼情形 就是說你三天用一遍 一遍差不多一分底 差不多不要超過八百水 五百到八百 你看你如果是比較爽地 你就用五百 有些比較爽地 你用八百 有些比較爽地 不是比較厚調水 對 比較厚調水 但是比較爽地 八百喝下去 它差不多可以再凍一禮 我們如果是沙地 我們就要三天一遍 三天一遍 比較接喝 但是喝比較少 讓它有一個 溜濕溜濕 所以這個水溶 你自己要稍微做一個條件 一分底水溶 讓它比較少 不要太多 稍微做一個調整 如果如果是說我肥粉 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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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 我們說最簡單去計算的方式 就是說 一分底 我們現在說用一分底來算 一分底你用六公斤的一個肥料 你加起來要六公斤 最少 我們說的六公斤 就是一個合理的用量 通常我們得手 這些好朋友都超過 所以你把這個所有肥料 加起來 差不多看幾公斤 一分底 一禮拜 六天 看幾公斤 這裏底你那個比例 譬如說你用的有的人是 十二五二十四啊 什麼什麼 加這回 你把這個 這個淡的這個比例 你把它算看幾公斤 它是差不多多少 基本上那個蛋夾比 就是要 差不多是一比二 這樣 那如果說這樣更小顆 你就一般賣的人 一般這樣 就入頭就有夠 你水分不夠 是不是有夠肥有夠水 還是說這個 沒有夠肥沒有夠水 你就可以用這樣 稍微計算一下 其實農業 是一個這個 非常專業 而且非常科學 這個 尤其六肥 是非常科學的 這個這個 這個過程 就是說 但是他那個科學到 太過頭複雜去了 雖然他很科學 但是他太過頭複雜 這個複雜複雜到什麼程度 複雜到我們人 沒辦法去控制 因為我們內部 他要根據第一 拼政 做不到的拼政 再來做不到的 性中的一個改動 他到底是大張小張 這個生多生少 因為你如果 一個月出了五十二粒 你跟他說 我那個感冒比都不大 我也沒辦法 那一個月五十二粒 你說十粒都要 像大股沒那麼大粒 這有時候比較困難 所以就是說 他和他的這個 結果量也有關係 再來就是我們的溫度 我們的空氣的濕度 土壤的這個溫度 土壤的濕度 加上日焦 這個程度 這個青菜黏點的 還沒說到土壤的一個質地 就是說 它是比較沙底 它是沙紫朗土 或是這個 比較黏土 這個土裡面 這個沙乾年曆的解枝比 到底是多少 這其實都可以去做研究 但是那個東西 綜合起來的時候 是不是很複雜的 所以我們都會用一個縱觀性 就是說大概 看它的一個表現 所以基本上 我們就是 最簡單的可以用水和肥 來做這個條件 人已經研究那幾個時候 跟我們說一分鐘 六天大概就是六公斤 但是平均如果是三個肥料元素 加起來如果是超過十五的 比如說你用五五五這樣 差不多六公斤 六公斤 所以大概是這種的一個肥料 這個量做一個基礎 這是一個很安全的基礎 我們先把這個安全的基礎做好 要往上往下調 我們跟自己去做條件 不要亂用 今天我去當舊佈地這壁 知道了 這壁的時候 我們一個好朋友 他用在海口 我看到一包大鹽的粗鹽 用粗鹽在增加它的甜度 它的蛋肥很高 要用粗鹽增加它的甜度 其實我不反對 在番茄裡面用鈉 我們說過 番茄 它有一點點鈉 一點點鈉 它的那種 甘味吃起來有那種 口感的結合 很好的 比較Q 這絕對 這是已經是科學 科學去正式的一個事情 但是問題來了 我們在海口這壁 它自然這個水裡面 鈉離子的含量 其實就已經 得到它的這個需求了 所以你變成 又用鈉離子下去的時候 我就搞不太清楚 這個東西是怎麼在操作 所以表示說 如果學習的這個東西 又不太搞 這個我們看的 這個鋤料看的 這個在電缸的一個操作 還不太夠 但是人家說這樣做得很好 但是說真的 我們去把番茄吃的時候 很難吃 白痴沒有味 對我來說 那種番茄 真的還不及格 雖然說有某一定的量 但是色澤跟這個甜度 都做不夠 很可笑的 我們在海口這壁 就是海口這壁的這個味 鹹茶就鹹茶的那種味 但是這個部分 就是要自己去做 稍作一個條件 所以這個蠟頭的這個部分 你就是為這個水分和淡肥 先來減透 水如果不夠先補水 通常這個蠟頭就大起來 那是說要不夠 還有淡肥呢 淡肥 淡肥的這個蜚蜜 稍要調整一下 但是你不能這樣 放下一個瘦 那瘦把它放下去就被破了 那個淡肥不吃到 吃到的時候 你就把你的蠟筋破了 所以這也不是一個 我們做人和這個工作 都不可以有過激的手段 不要太過激烈 所以這個大概是這樣的 如果這樣調整起來 這個蠟呢 就太過頭軟 太過於軟 表示那個水分 可能要還有問題 水分還有一點點問題 因為 不是水多 甘肥就軟了 很多好朋友都說 我這水太多 所以甘肥比較軟 不是這樣 這水太少呢 甘肥裡面的水 它就會送到出來 水分會變得少 所以甘肥摸起來 電腦會軟軟 比較不會這樣 真真結實 真頂肥那種感覺 那是有這種 差別 所以這個 好朋友都知道 所以簡單來說 這個 我們在做 這個調整的時候 就是先檢查我們的水 刷下去 就是肥 肥就是把這個蛋肥 有關幾十歲 但是 絕對不要超過蛋肥 比一比一 這淨肥 一比一 是我 要有辦法接受的 這個極限 又如何 你也不能把它敲過 因為你如果 把它敲過 這就很壞 因為你如果 又開了 蛋肥過高的時候 有時候 有一個問題 會造出來 這個問題 就是說 它很容易造成 這個裂果 淡肥比較關幾十歲 的時候 有時候 這個極限 就比較容易 解釋 所以這個部分 可以讓我們 好朋友 稍微做參考 大家沒研究 如果有什麼問題 我們再和好朋友 大家來做討論